你 你别这么决情好不好 李薇薇你走吧 我求你了 你别跟我离婚 你自私自利毫无底线 不仅手段下座 还要栽赃给朵朵 给你争取取宝机会 是为了保全亲家的怜悯 行 我爱你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如还你还有良知 就把你收了这份离婚协议签了 从此以后 你好好做人 李薇薇你又在闹什么 妈 妈 妈 董事长都督你陷害我 你相信我 你害得我儿子差点没命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让他娶你这个毒妇 我警告你 立刻在这离婚协议上签字 否则 就你爸那个小生意 再也不用坐下去了 妈 妈 如果我能让亲王更天天气 成为亲家家族 你能不能不要赶我走 你说什么了 法国餐厅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等等 我觉得 还缺点东西 什么东西 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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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夫人会聚吗 都都说过了 三次 三次 什么三次 难道是 这儿 我和秦总也太厉害了吧 先生 想吃什么 现在家伯平 但是不应该怎么说 大夫人不就是 就是 还太多了 我都不怕 啦 种椅子 好像有没有 我还为你准备了几道精美的甜点 甜点可以啊 我喜欢 等我拉完琴才上吗 还不够甜吗 下一个 下一个 我不想吃 你可走吧 今天的约会是不是很失败 多多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 没有勉强的道理 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让你喜欢上我 就是 等我把这一切都告诉那个人 安堵堵 我看你还得以多久 什么 我被退赛了 珠宝舍宜大赛是行业最重要的比赛 但因之前抄袭事件 让你在网上 产生了一些争议 可是发布会上 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我是受害者 公司已经起诉了荣常 但抄袭官司一天没胜诉 这事就没完 所以说夫人 不 多多 这次恐怕要委屈你了 都多多 还在下班呢 齐朗 你出院了 都多 这个 是李薇薇从你那儿 偷走的设计本 他拿去和仲昌做了交易 我帮你弄回来 也希望对你打光小帮助 委员 那我还需要 跟你说个谢谢吗 不 多多 这些都是我欠你的 我欠你的 一辈子我都还不清 喂 你妈来了 你还要找我 你还要找我麻烦 你还要找我麻烦 别你妈争过来找我麻烦 多多 其实 我有一件事 还想和你说 是关于小叔叔 是吗 每个人都有过去 对 当然小叔叔也有 如果有一天 小叔叔让你不开心 你不要很难过 你要记得 你 还有我 你快滚吧 滚 行 我走了 你要开心啊 多多 滚 滚 滚 好 好 多多 她回来了 希望你不会在此受伤 秦总 您过目 谢谢 文静 逗逗 下午有空吗 陪我去个地方 陪我去个地方 我不想去 第二次 就当 转换一下心情 好吧 拿着 这边还不错 其实 你看这个环境 请多来这边合作一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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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拍卖会 我不喜欢那种地方 你们走吧 你确定 你看这个 这儿还有珠宝的拍卖品啊 今天想把它拍一下 收拾我去 听说这边有名画 今天的慈善拍卖 你们都带了什么东西 蓝钻古董项链 徐夫人大手笔呀 是英国公主带过的那条吧 这不就是为了慈善吗 是啊 不知道秦太太 今天带了什么东西啊 山鸡呀 到底做不了凤凰 好好喝啊 瞧他那小家子气 估计呀 连一百块钱 都不舍得掏出来 就是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 应该是秦家的人吧 这样跟家主夫人说话 是不是不太好呢 虽然我家老公 辈分比秦妻小 但我们可是看着他长大的 听说他以前喜欢一个女孩 跟着魔似的 非他不娶 现在还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男人啊都一样 不知道哪天就变了 还是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他喜欢谁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既然已经说了自己是晚辈 那长辈的事还是少管得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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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啊 既然你是秦家的人 就要称呼您 别急 别急啊 咱们走吧 没事没事 今天的慈善拍卖会即将开始 首先感谢各位嘉宾慷慨解囊 为我们带来了许多难得一见的真品 爱心点燃希望 一脉快开始了 拍卖传逐真情 你可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 热烈欢迎各位参与拍卖的贵宾 我们此次举办慈善拍卖会 就是要依靠现场的每一位 竞相举牌 将捐赠的物品变现 将爱的力量汇聚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那么今天所有拍卖所得收入 我们都将用于资助贫困女童入学 我们今天拍卖的第一件作品 是来自著名画家必须枷锁的画作 起拍价一百万 一百万哪 一百万哪 是不是这边钱了 这有这么贵啊 瞧瞧他那小夹子起 土包子 是啊 两百万 好 两百万依次 两百万两次 两百万三次 成交 接下来我们要拍卖的这件藏品 是一条蓝钻古董钻石项链 来自中世纪英国皇室 起拍价三百万 喜欢吗 喜欢吗 你看那个设计太老套了 我觉得有点浪费那么好的主宝 乡下人懂什么主宝啊 六万千万 四万千万 五百万一次 五百万两次 五百万三次 成交 徐夫人是您老公哎 好一波秀恩爱呀 真是太幸福了 都是为了慈善吧 恭喜徐夫人 接下来这件拍卖品 是来自秦总的太太 我 是由秦太太 亲手设计的一对耳坠 其拍价五千元 你怎么拿我的耳坠出来拍卖啊 别急 是啊 这哪个是秦总的太少了 五千块 五千块 不然小价钱 但我觉得挺好看的 有点疑狠 这边小店的下头 一万 两万 五万 你看到没 全卖到五万了 你的设计 当然是最好的 十万 一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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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吧 应该也值这个钱 又假呀 挺好分的 一千万 一千万 感谢观看